而虽然有自由贸易区却爆发如此严重的一个暴动冲突 对很多台商来说 他们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在中国大陆生存下去 所以才跑到越南来 跑到柬埔寨 甚至有些人呢还必须要到孟加拉去布局 他说难道要我们离开亚洲直接到非洲去吗 过去呢台湾非常擅长的制造业 那么这些廉价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 现在呢在这一次的暴动里头 对很多台商来讲 他们最伤心最痛苦的是 如果中国大陆不行了 那离开越南去什么地方 而香港相当多的人被采访的时刻 他们的看法就说宁可回到中国大陆去 因为稳定比廉价的劳动力来的重要 但也有一些人说可以用外包的方法 就是不要在当地开工厂 就直接外包给当地的越南的工厂 然后用这种方式或许可以解决问题 无论如何越南这次重创了所有外资对他的信心 而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有一关似乎呢 2010年这样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 对于整体中越之间的关系 一个南海钻游事件 马上就把所有的历史仇恨 各种不同的问题全部都卷进来 一个国家两边要和平的相处很不容易 要冲突呢却很简单 我们另外有一个采访是从广西这一面 就是说从广西呢有很多台湾的鞋厂厂商 所以在当时从东莞一到广西去 也是因为广西南宁这个地方呢 和整个在越南是有关联性的 换句话说它根本就是通过了 我们刚刚所看到有一关直接可以从越南 然后它的很多工厂呢 是把这几个部分整合起来 东莞 南宁就是在广西的南宁 然后接着呢南宁也有可以出去的港口 另外呢它的干部也整合在越南这个地方 那么相当多的鞋厂呢 是把这三个地方变成一个 他们分散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区 那对相当多的台商来讲 到越南去是分散在中国大陆的风险 在中国大陆是为了分散越南风险 那前一阵子以比如说一元 就是保证协业来说 对海而言呢可能是最痛苦的 因为还在中国大陆也碰到了全民的罢工 而在越南现在又面临了暴动 虽然这次呢保证协业没有遇到任何的问题 但是目前也是停工的状态 现在我们来看从广西这边到越南去的情况 南有高速公路 被誉为大陆南江第一路 一路停进广西平翔友谊关边 中越边境的最后一厘米 友谊关建于明朝 当时称郑南关 三百多年来这里战火不断 1885年清朝老将冯子才在这里击退法国 史称郑南关大姐 此后中越边境时有插枪走火 1979年解放军从友谊关出境 发动惨烈的陈越战争 也因为边境战火的阴影 即使在大陆改革开放后 外资能是望而却步 直至大陆与东协的自由贸易区成行 这里是大陆和越南边境最大的一处贸易物流园区 所有的进出口货物都在这边进行曝光及简易的手续 手续结束之后 也在这个物流园区里进行所有货物的分发以及配送 这车是什么东西 西瓜 西瓜 难道从哪边过来的 从越南那边 越南那边 那拉到哪去的 这拉到山东直播 边境线上的平翔是昔日的军事重镇 如今商业气氛浓厚 广西与越南间近半数的进出口都要经过平翔口岸 热络的边境贸易 正是东协嘉义自贸区的缩影 也凸显大陆在广西设立北部湾经济特区的用意 所以国家推进北部湾开放开发 就要求要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 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 商贸基地 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 自2010年建成自贸区以来 大陆就是东协的最大贸易伙伴 2013年双边贸易总量达到4436亿美金 增长10.9% 而越南也因为与大陆领土相接一水相溢 加上工资成本较低 成了大陆产业转移的收缘 双方还在广西平翔和越南亮山的边境接浪地 这里的亚洲第一个跨境的自由贸易区 然而双边经贸关系的深化 并没有为长期以来的南海冲突带来一丝的犯规 这次的西沙海域冲突后 凸显了东协一些国家对大陆的高度经济依赖 变得毫无本钱对抗的窘境 就拿与大陆在南海斗的最激烈的菲律宾来说 2013年菲律宾对大陆的进出口分别占到总量的13%和12.2% 但大陆对菲律宾的贸易额比重还不到总量的1% 这也说明两年前黄岩岛的对峙 在大陆人不吃菲律宾香蕉后 事件立马落幕 而越南对大陆的经济依赖更深 由于华南和北部湾地区形成产业的关系 2013年越南对大陆出口133亿美金 占越南总体出口比重了10% 进口370亿比重更高达28% 而大陆对越南的直接投资 在去年更翻了7倍达到22.76亿美元 大陆已经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 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 如此的经贸依赖 却能悍然地发动台华暴动 也难怪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 这是罕见的民愤爆发 但有分析认为 越南的贫富差距拉大明月四起 官方就干脆放手 任由报名发泄一番 但有趣的是 大陆中央级别的媒体 对于这场台华暴动 知之未提 连传出陆干遭刺死 最后也变成被中暑死亡 显然大陆官方也怕事件升级 引发东协其他国家的反弹 更可能激发内部反越的民族主义情绪 一发不可收拾的结果 反倒成了自己的政治压力 共和政府反而出攻 共和政府反而出攻 而现在这压力落到了越南政府身上 虽然随着军警的介入 反华示威不至于在失控 但面对已经被吓跑的外资 如何挽救国际形象 恐怕才是最大的问题 刚才我特别提到 对很多台湾的工厂来说 很多他们的工厂当时呢 是因为在台湾的生产成本太高 直接呢 在政府的鼓励之下 南向政策到越南 有的是因为中国大陆 涨了工资 在前进越南 他们不断地在问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已经 没有办法在亚洲生存了 那么再过来要去柬埔寨 它政权也很不稳定 再过来到别的孟加拉去 那难道我们要到非洲去吗 来看一下台厂 在越南相关的布局 在越南呢 台湾大概我们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我们先来看一个地图 这个是北越跟南越 以北纬17度来分割 那这次主要出问题的 大概都主要 一刚开始都在南越的地区 所以你看它一跑 就跑到旁边的柬埔寨去 那主要是在胡志明的 北方的一个叫做 平阳省这个地方 在平阳省这里呢 我们来看有非常多的台商 这次呢 像远东兴台指统一风鸣 都是在平阳省这里 那平阳省是礼拜二开始暴动 晚上最严重的地方 当地台商晚上的时刻 就听到下面刚开始是有摩托车声 然后不断不断地绕行 后来通知警方 警方通通都不肯来处理 最后就开始进来 用钢条打人砸人 然后最后呢就开始烧工厂 这是在平阳省啊 那另外在同奈省这个地方 有三阳卫丹台硕啊 这个台硕在这个地方是硕胶工厂 振兴是轮胎 预员就是宝城协业啊 那另外呢 中刚这个八地头顿省 这个是当时呢 李登辉时代的南向政策 鼓励他进去的 傅美新 我们刚所报道的是在胡志明市 也是南向政策的时候进去的 预员宝城是在西宁省这个地方 那么大多数呢 在越南这个南越这个地方呢 都是在90年代的时候 那某个程度是南向政策 也是为了分散风险 都是在南越地方 而因为2010年 中国大陆大幅的涨工资 以及呢 当时签订了 我们刚所说的自由贸易协定之后 又有一批新的台商 那这批新的台商呢 它因为主要的是 从中国大陆广西这边签过来的 所以它基本上 布局的地方都在北越地带 像洪海是布局在永福省跟北江省 而这一次呢 台硕布局的钢铁厂 是在合进省 是在北越地带 但没有想到 这一次呢 台硕是当地最大的外资之一 也是这一次呢 可能说 可能说起来呢 包括伤亡 包括损失最惨重的工厂 这是台硕的合进厂 来看一下 整个在平阳省跟合进省 这两个地方相关的外资 跟台资的比例 平阳省外资是179亿 它基本上是由新加坡人 所开发的一个工业区 台资在这里头占的是25亿 那么所以我们说 这次它很多外企通都被攻击 因为所有的工业区都被攻击 所以不只是台资 而在合进省 几乎就是台硕本身 就占了最大的一个投资案 在当地的外资是105厘头 台资占了102亿美元左右 谢谢你收看今天的 目前事业周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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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